11月7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某等人走私芬泰尼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宣判结束后,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邢台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余海斌通报了王某某等人走私芬泰尼等毒品案的具体案情, 和中美两国禁毒执法部门合作打击芬泰尼类物质情况。 由于此案是中美两国联合成功破获的第一起芬泰尼走私案件,因此受到了很多国外媒体的关注。 11月7日上午,记者在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看到,有不少外国记者前来采访。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5月,被告人蒋某某与被告人刘某同谋, 由刘某根据蒋某提供的芬泰尼CAS号研制出芬泰尼后, 再由蒋某某负责联系客户贩卖。 2017年12月5日,侦查机关在刘某常州租用的实验室查扣用于生产芬泰尼的设备、原料及生产的各种产品。 被告人王某某、夏某某先后从被告人蒋某某处购买前书芬泰尼, 并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贩卖毒品。 该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其他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无期徒刑。 在宣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余海斌表示, 这是中美两国联合成功破获的第一起芬泰尼走私案件。 2017年12月,河北警方辗转行程上万公里, 从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海关执法局驻广州办公室通报的一个电话号码入手, 成功破获走私芬泰尼等图片案。 先后抓获或审查违法犯罪嫌疑人20余名。 宇海斌表示, 没有任何确定的数据和证据支持, 中国是美国芬泰尼的主要来源的主观异端。 可向事实数据表明, 美国的阿片类物质危机其根源在于美国国内庞大的需求市场和监管不利。 致犯,走私芬泰尼类物质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仅依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 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